作为这种未成年人 他纯获收益的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这个是不受影响的 比如说咱们刚过完年 那些小孩可能会得到一些红包 他在家里的老人 家里的亲戚 或者是这个父母的朋友 给他发了红包 那么他获得这个红包 那么这也是一种纯获收益的 但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小孩拿了自己获得这个红包 然后到市场 到商场里面去 买了一个价值 两万元的东西 那这个小孩比如说 家里人给了一些红包 凑到一起以后呢 不少钱 有个一两万块钱 结果这孩子一高兴的跑到 超市商场里面呢 就买了一个一万多块钱的 一个什么游戏机 高档游戏机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的 如果不能够得到他的监护人的追证的话 那么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是无效的 但是我们在八周岁以下 那么八周岁以上到十八周岁之间 那么这个阶段呢 它就属于县人民的行为能力 所谓县人民的行为能力就是呢 它可以实施一些和自己的年龄 治理相适应的这样的一些的活动 而不是说它不能实施任何的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你比如说 因为我们知道八周岁的孩子 基本上就在小学的二三年级 二三年级这个开始 那么二三年级之后 基本上有什么呢 有一些自己的独立判断了 而且呢 手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 自己的零花钱 那么那如果他去买个文具 买个书包 买个这个这个小的玩具 那么这种行为呢 是应当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说这种的行为 所有的行为都要被 都被归为无效的话 那我们这个经济的这个稳定性啊 就可能会 社会经济关系的这种稳定性啊 就会受到破坏 所以我们呢 这个法律就有必要把这个年龄呢 给他预议一个界定 那么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说原来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无名人行为能力是十周岁 现在把它调递到什么呢 八周岁 也就是说 以前十岁以后 十八周岁之间 这属于是限制名人行为 那么现在是八岁到 这个十八周岁之间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 是限制名人行为能力 这是我们讲的 那么他所实施的行为呢 就是限制名人行为能力 实施的这个行为呢 可以实施一些和自己年龄 治理相适应的活动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呢 是有民法典的规定啊 第十九条 说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名人行为能力 实施名人法律行为 尤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是经其 这个法定案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存或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之类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 这里面呢 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啊 全部进行为 把法典里面的